老师他用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 让我们看到有关于死亡或者是死刑的 这一方面的思索在CAMEO的整个生平当中 不管是作为作家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或者是作为一个个人 是有一个怎么样不同的经历 而且有一个怎么样深刻的想法 我们现在就欢迎徐家宏老师 他要从CAMEO在台湾的这个角度 来带我们去认识CAMEO这一个作家 以及他的文学以及社会观察 谢谢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CAMEO的作品 还有他的思想在台湾的读者接受的情况 我会谈的包括是作品在台湾的翻译的情况 然后读者的阅读和诠释 还有他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的这些方面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维取社会关怀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是跟社会关怀有关的 在台湾曾经出现的一些评论来谈 那首先我就先来谈谈CAMEO在台湾的 异界的情况还有他的模式 CAMEO在1940年代在法国文坛就展入头角 就吴教授也谈到他是当时的意见领袖 但是他是在1957年他获办诺贝尔奖之后 透过当时国际新闻的报导 还有每日之世界的谈论 才受到台湾文化节的注意 因为台湾文化节的时候是比较去注意 每日之世界的一些潮流的关系 那1957年他获贝尔奖的获贝尔奖 那年底的时候他的作品很快的在58年的年初 就被引进到台湾来了 那也是根据吴教授的研究呢 最初卡默作品的中意本 大多是转移从英文的版本转移过来 在配合上同时参考的是日文的语文 那这种间接翻译的模式 事实上他是反映了当时早年 中国跟日本的文化交流的模式造成的 那但是接界翻译当然有 有许多翻译上的问题性 大约在1980年代开始 就有直接从法文文化过来的语文开始出现 那在卡默的作品当中呢 最早出现的在台湾最早出现的中意本 是小说异乡人最后部分的语文 以名为死刑啊 这并不是卡默自己给的提名 可能是出版者或者是翻译者 那翻译者是余光中先生 根据引译本转移过来的 1958年的1月 刊载在当时最重要的文艺刊文之音 文心大致上头 同时几乎同时 连回报汉文学这份杂志 也连载卡默的一篇短篇小说 同一篇但是是不同的译者 两个月之后呢 根据英语译本翻译的 异乡人全文就在《严格报》 不敢连载了 可以见到当时 引接卡默作品的叙述 还有他热烈的程度 往后将近20年间 除了1960到1966年这段时间 有比较长的空窗期之外 卡默的重要作品 每一年到三年间 便有一部第一次被译成中文 这个情况大约持续到 1970年代的后期 那比较近期的译本 有1997年吴教授的 第一人的译文 然后再近一点就是 我现在看的是说 从从来没有在台湾翻译出版过 翻译本的这个最新的译文 1997年的第一人 然后2011年就是去年 他没有炸鸡的第一册 也有了完整的中文译本 那据我所知他们应该是在准备 第二册跟第三册的出版 那思索断图台呢 也在今年有了第一个中译本 虽然说许多的作品都有中译 但是台湾的读者似乎还是只是 中情其中的少数几部书 很多的作品其实曾经出现过中译 但是渐渐的都被遗忘了 卡米尔也有一些闪文 闪文还有比较史诗性的文章 说我是按照三个时期来创作 所以第一个时期荒谬 第二个时期反抗 第三个时期还没有完成 他就就是发生车祸以外就去世了 好 荒谬时期的话 史卡没有投身创作最早期 那这个时期也是台湾读者 比较熟悉的作品 都来自这个时期 也是大家最有兴趣的 所谓的荒谬这个主题 重要的作品有 快乐的死或幸福的死 异乡人 还有薛西佛斯的神话 也受到哲学界 还有一些同学们学界 很大的关注 然后两部戏剧作品 卡里古和误会 误会现在要找可能比较难 但卡里古应该还是在市面上 可以找得到 那这两部戏剧作品 也都曾经在台湾有上映过 但是数量非常的少 卡里古拉可能是 有戏剧系的同学 在毕业公演的时候 有演过可能一次两次呢 误会的话是在1996年左右 如果每季作的话 有一个画像鲁导演他改编 然后迟导的 曾经上演过一次 之后可能也就没有记录了 好 这些书 他都有中文的译本 其中异乡人从1958年第一次在台湾 除了中文本到现在呢 已经累积了至少20个版本 所以最近的是在2009年 当时还出了两种不同的书品 就是一个是卡妙的图 另外一个就是另外的方法 好 那从学界研究的情况来看呢 台湾对于异乡人和薛西福斯的神话 比较多是用存在主义的角度来探讨 早期关注卡妙的学者 大部分是来自哲学的领域 而不是文学是哲学的领域为多 那当时不少文艺杂志刊等卡妙的作品的翻译 或者是相关的文章 常常都来自于哲学的学者 或者是当时的研究生 包括傅佩隆先生 他的授试任务 好像写的就是卡妙的荒谬的概念 那在因为是由于1960年到70年代前 就刚才吴教授也提到 这个存在主义在台湾年轻已被文化界 而是未为风潮 卡妙呢他身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他反对法西斯和共产集团的政体 他反对虚无追求自由 表达了一种很正向的精神 再加上他的作品 本身品质是很高的 所以他就成为当时台湾知识分子 比较偏好 特别偏好的组将 他每一次一旦有新的综艺本出来 就有不少的哲学学人 或者是文艺界的知识分子 他们会在报奖杂志上坑待 判登一些他们的评论 是算是很热烈 那虽然卡妙一直被台湾读者 视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 但是吴教授刚才也提到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属于法国二战后的存在主义者的团体 他曾经说把他和沙特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 根本是在开玩笑 并且明确的声明 薛西佛斯的神话正与沙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 被道而鲁迷他认为 人只要愿意就能够往良善前进 那他也就是致力提倡人性的价值 还有团结抵抗制度之恶的重要 这也是缺席佛斯神话真正的关键 大家关注的荒谬其实只是卡妙思想的一个前提 那我引用一个评论者的说法 一个人的哲学思想 无非是其生活体验之公式化和收像化的表达 不过沙特和卡妙的文艺作品的人 很容易发现那是两个气氛截然不同的天地 在沙特的作品里没有诗情画意 没有鸟语花香 那是个阴森森的世界 卡妙作品中的一草一木都洋溢着盛趣 散发着爱丽 那卡妙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正来自他跟死亡共生的人生的经验 刚才有提到说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得到了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这个非杰和 那他常常有时候 他有写到说他每一次呼吸的时候 发现之后他每一次呼吸 他都感到一种痛苦 就是死亡的感觉 所以并不另外这样他就拥抱死亡 他就反而是更加拥抱生命 所以他支持非死情的主张呢 也跟这样拥抱生命 肯定人的价值有很直接的关系 法妙的思想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种存在的哲学 但是他并不是二战后的那种存在主义 但是人文以用吴教授的文字 台湾大多数读者却是透过他去启动 这股哲学思潮的探索和意念 吴教授也提到在1990年以前的台湾 当存在主义一直会让人联想到卡尼 至少在存在主义文学这个领域里 我回去也是Google了一下 据我所知 这个当时没有注意到 那我看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陈品书店似乎在今年夏天也曾经要主办一个这个现代经典系 他的题目叫《现代经典戏读》 没有的异乡人与沙特的存在与虚无 这样一个讲座 他在宣传的文字当中就提到 存在主义或许退流行了 却从来没有真正过时落伍 所以在今年还是有这样子的讲座 在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做一个比较 另外呢我也在另外一位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21世纪的读者的王志上 他分享了他阅读这个异乡人的心得 关于这个存在主义他就提到 他说提起存在主义 很多人就不想再往下看了 我想这个应该很明显的表 让我们感觉到说当时6070年代的知识分子 对存在主义的关注的热忱 但是跟今天的年轻读者来看卡谬尔基 认为他是存在主义 但是却听到这个名字就有却步的这种心态 但是还蛮有意思的比较 但是这个主义他也继续提到 对我而言存在主义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以人道关怀为本质 活出自我价值 我想这份他指的这个存在主义最重要的概念 其实应该是卡谬尔的作品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那不管卡谬尔 我们应不应该视他为存在主义者 或是有多少的人认为他是存在主义者 读者呢一般都是肯定他的作品 所透露出的人道关怀的精神的 那继续在荒谬尔阶段 荒谬尔阶段比较多东西可以理谈 因为这是台湾的最关注的一个部分 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东西可以说 那荒谬尔阶段他可能又写了两部的戏剧作品 刚才提到了 其中《误会》呢是也是在1975年 由乌佩隆先生当时应该指着学死我的研究生翻译 然后刊载在文艺这一份月刊上 那《误会》的故事我简单叙述一下 他是在讲一个年少就出外打听的儿子 二十年之后呢 他第一次回到故乡 想要给这个他的母亲 就是他家里只剩下母亲跟妹妹 在卡密欧作品里是没有父亲这个角 几乎是几乎没有父亲这个角 除了在瘟疫里头有一个检查官父亲之外 但是那不是他最主要主角的父亲 好那他这个人他出外打听回来二十年后 他的母亲跟妹妹两个人呢 就是经营一个旅馆的生意 他回到家以后这两母亲跟妹妹 并没有马上就认出他来 所以他自己也在疑惑 我到底应不应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那个儿子 但是他在犹豫的这个当时呢 他并不晓得他的母亲跟妹妹 事实上呢 有的时候他会谋害这个旅馆的住户 然后盗取他们的钱财这样子 对所以这故事还蛮经厌 很多地方都有出现 所以他还在犹豫的时候 他就他就被下毒了 然后就被是蒙害了 对所以好 这是他的故事的大纲 那个文艺音乐滩呢 他他看载了这个新剧的艺本之后呢 他可能是刺起 他就刊登了六个读者的来稿 这六个读者就针对的这个新刊载的这个新剧来提供他们的意见 我们可以也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看看当时的读者是怎么样反应的 最主要他们都 这六个读者来稿呢 都强调责任和义务的重要 那其中他们有人会用东方思想来讨论卡妮的 或者是强调责任牺牲还有奋斗 以求幸福是为人的义务 那一位书品他也提到卡妮在剧本中表现着思想与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光门耀祖 叶洛归根还有东方国家思想的英国报应非常的相似 其中有一段文字呢 如果把它放在当时台湾的情况来读诗 诗是很有意思令人有特别有感受 他写这是那个书品的文字 战乱使人们失散流浪漂泊 所以杂根是他唯一的祈求 只要能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使自己的亲人快乐 那家为首在昔日的家园里 这就是最大的快乐 最大的幸福 事实上这段文字呢 已经超越了对作品本身的这个评论 他其实表现的是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之下 许多人的心神 另外有一位读者呢 他从卡妙作品里面看到的是 西方社会论你不重视孝道的一面 他并且还指出来 他是他的文字 这种伦理环境正逐渐输入我们这个 以往把伦理和仁爱讲得最为广博深刻的国度 而类似的隔离现象与悲剧 也都在这里见词上演 这些评论除了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气氛之外 也透露出当时文化知识皆秩序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呢 以东方传统思想为角度来讨论卡妙的评论 就相对的少了非常的多 然后谈到责任 谈到用意也是相对非常少了很多 近年来的阅读比较是偏向个人性的 对于个人的存在的一些看法 而与社会责任就比较有关系了 OK 刚才是这个荒谬节的 如果说荒谬是人 在塔妙思想里是人必须面对的现实的话 那么反抗就是面对着一个现实的姿态 因此他的第二个阶段就进入了他所谓的反抗的阶段 反抗阶段的作品 有小说瘟疫 有刚才吴教授也提到 很精彩的 这个反抗者 然后还有两部戏剧作品 但是两部戏剧作品 虽然他们都有中文翻译 但是基本上已经被 在台湾精彩的南 在看到反抗者也是 那台湾读者最知道的小说 就是瘟疫或者是 又翻成鼠疫或者是黑死病 瘟疫的故事是这样 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它叙述的是1940年代 阿尔及利亚的欧兰城受到了瘟疫的侵袭 全城进入了警戒 那这时候死亡的威胁无所不在 有一群自愿者组成了抗疫小组 他抱着自身安慰来对抗疫情的故事 这是瘟疫的或鼠疫的这个书的大药 台湾在1966年1955年第一次出现译文 那陆续也有不少的译本 会再版的这个版本 刚才我们在胡教授的这个 投影片上看到的这个图片 应该是最新的最新的版本的封面 好像是去年还是几年 去年 那这本书呢 在当时一推出受到台湾读者 换一个原因 在在放国他也是一推出 就受到读者的原因 因为读者在里头读到了战争的残酷 死亡无所不在 然后这个官僚啦等等这些事情 那在台湾也是一样 一推出就受到了欢迎 但是我在文献或去报章杂志里头 找到一些文献当中能够找到的线索 台湾的部分呢是比较有限的 跟刚才荒谬的事情比起来 是少很多 那推测呢可能也是跟当时台湾的战争气氛浓厚 然后强调团结抗战 反对极权政体的这样子的时代背景 时代精神有关系 尤其书中的场景会让人联想到跟亲友生一死别 然后通年收到了控管 然后有宵禁 类似这样子戒严时期的一些措施 当时是很宜乐在实施 那当然还有进各种方式 阻挡就好像无形的病毒一样 可能会侵入台湾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氛围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但是这本书后来可能就 还是就是说可能成绩了一阵子 但是它跟台湾读者缘分呢 在2003年又很明显又出来了 2003年台湾这个SARS四月 大家又再注意到它 但是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一个战争的隐喻 它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瘟疫 那读者在书中呢 很惊讶的可以找到几乎完全的瘟疫的情况 还有面对瘟疫的人的反应 还有一些防疫啦抗疫 一些这样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生理死别 同样的恐惧 同样的忧虑 同样的官僚制度 还有一样也有很感人的抗疫坚明的故事 在台湾的社会上演 在书中同样在上演 所以有些读者当时候就觉得这个书呢 在叙述的其实是真正发生过的瘟疫 事实上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只是说卡文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的文献的调查 过去的瘟疫发生的状况 他把它写在书里 但是他写的是一个假想的瘟疫 没想到在台湾真正发生瘟疫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是可以对应到 所以也有书品就强调了 这个就好像小说里面所说的 只要团结一致 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 好 这一些书 这本书当时就为读者 带来一些安慰跟不悟的作用 还好它的结局是正面的 那台湾日报 甚至还有看载的一篇叫做 SARS之卡尔谬语录 这样的一篇 我感到很有意思 好 反应时期 反抗时期呢 另外一部还有很重要的作品 叫反抗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在法文元初出版后 21年之后 就是1972年的时候 有了综艺本 那当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讨论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 为一个理想而战 如果我的目的是正当的 那是不是我所采取的任何的手段 它都可以被合理化 这是这本书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在台湾这本书 并没有引起太长期的关注 事实上 我们今天讨论的思索断脱胎 它应该是这本书 原本是这本 可以是这本书的一章 一个篇章 但是后来卡尔谬让它 独自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文章 其实就是说 这两者背后的思考 其实是互相支持的 是一贯的 也就是卡尔谬他坚持的理念 不做受害者 刚才有看到在头一篇 不做受害者 也不做筷子手 也不做加害人 我不因为追求正义或崇高的理想 而不计任何的代价 或不计任何的手段 这样子让我成为迫害他人的加害人 这样子是不行的 也是刚刚有教授提到的南方思想 这是反抗之 很可惜他在台湾 比没有挤起太多的火花 这是第二个阶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荒谬阶段 很多可以谈 第二阶段就渐渐少了 第三阶段可能又更少了 第三个阶段呢 是他创作最后的阶段 时间点大概是1950 到1960他去世的时候 主要的小说《堕落》 本篇小说《放逐根王国》 还有未完成的小说手稿 第一人呢 也都有中文翻译 但是我们今天只记得 只会想到第一人了 因为卡尔谬是因为 他同时具有阿尔及利亚 跟法国人这种双重的身份认同 他认同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 那他也认同自己是法国人 所以在这个阿尔及利亚 发生战争的时候 两方的人嘛 认为说我们就是 你不是阿尔及利亚 你就是法国 就是要独立啊 还有这个殖民啊 这样子的争端的时候 卡尔谬他是希望 可以不要那么的极端 但是这样子的立场是 不被当时的人所支持 这个是一个原因 再来呢 卡尔谬年纪到了 他四十几岁 他开始思索自己的根源 他思索自己的未来 当他看到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 在战乱 而且自己可能永远 在也回不去的时候 他就反映在这个阶段的作品当中 所以这个阶段的创作 就特别着重在这个返乡 取根家国的一概念 还有身份认同这一些思索 他并没有给 他这并不是给一个答案 但是就是在思索 对于双重身份的思考 尤其是反映在令人动用的小说 第一人里头 其实会不免让身为台湾人的我们想到 至少会让我留想到这样的一问题 就是多长的身份这样子的问题 还有过去曾经就是台湾两岸问题 什么叫做根 返乡群根 我的根在哪里 然后什么叫做祖国 什么是我的真正的身份 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针对第一人的评论 大部分 就是说事论文有写 近年来有一些 但是它主要还是针对小说本身的叙事性 或者是小说本身的内容来讨论 关于我刚提到的这些呢 就是比较没有 读者没有 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些层面 好 那另外我想要补充 就是关于阿尔吉利亚战争 关于这个阶段 还有一个事件 值得一提 就是卡谬呢 当他看到这个阿尔吉利亚土地上的恐怖活动 还有暴力 这些战争 他伤害到了很多的不顾的百姓 所以他在1956年的时候 他就呼吁法阿两邦停火 来保护这些平民百姓 他也希望能够换来一些和平的契机 那这一篇文字叫做 呼吁阿尔吉利亚平民间修战讲词 他中文版曾经被翻译 并且勘载在现代文学的当时之中 这个译者呢 他就说明 他希望能够借由这篇文字的翻译 来崇畅和平的价值 并且鼓励人们用卡谬 没有致力于反对鼓励对峙的尝试为榜样 他并且很宇宙信长提到 这样的价值在当今宪局中 又值得我们的怀念与重温 这一年呢 正好就是 不能说是正好 就是 特意的 就是台湾退出联合国的1971年 出现了这样的 但他当然没有讲得非常的明白 好 那以上是卡谬作品在台湾介绍 可能会发现说 我谈到比较多是早期一点的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产生了很 对存在主义的热潮 然后对卡谬这个 很多的东西都非常的有兴趣 就产生了比较深度 然后比较引人思考的评论 那卡谬算一直都受到 读者的欢迎 但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或原创性的评论 在之后就少很多了 偶尔会有人提出来 在我去调 就是查一些资料 过关于台湾报章杂志的文献上面 1990年代有一篇 是谈这个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问题 也是卡谬跟上一个 2003年有一篇这个 关于萨尔斯期间 是我们应该要承诺的回避 或者是要一起来抗议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承诺的回避 我一起来抵抗 这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非处死刑 也是同样是这样子的心态 然后再来最近的 再可能就到了今年 这是钓鱼台事件 那有杨兆先生 他就用第一人来做影子 他谈到说 没有经历过战争 你也要有责任去了解他 还要了解他带来的荒谬跟痛苦 你有责任要去珍惜生命 那你没有权利 所以练动 要坚持 坚持理性 这是他 以下是他的标题 我们不能弃手的人文理 像我们张奇 在今天来开始很稀有 对 所以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来回顾他 没有然后讨论这个相关的议题 那我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人文关怀的精神 还有对于生命的热爱 能够传给每一个人 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现在的社会非常需要的 谢谢